马上要过年了,年夜饭上蒸一道这样的糯米莲藕丸子,寓意团团圆圆,好吃不油腻,做法还很简单 一节去皮的莲藕,先切片再剁成末末备用,猪后腿肉去皮,搅碎备用 家里有平底锅的一定要拿出来,用来活肉馅特别好用 夹好的猪肉放盐、糖、白胡椒粉、少许小苏打、生抽、淀粉、一个鸡蛋 抓匀,再沿一个方向搅拌上劲,也可以边摔打边搅拌 放了小苏打的肉馅更容易上劲 再放剁好的莲藕末,搓匀就可以团丸子了 双手沾一点水,取少许肉团成丸子 再在提前一碗泡发的糯米里均匀的裹上一层糯米,放入蒸笼 喜欢仪式感的可以用胡萝卜做点缀 水开后上蒸笼开中小火蒸半个小时 出锅了,一道寓意团圆,做法简单,口感清香软弱的糯米丸子就上桌啦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